3月15号,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院正式交付,并立即投入使用。 这是本次疫情发生以来,长春市首个投用的方舱医院。 记者了解到,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院提供1500余个新冠肺炎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床位。 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伦立新介绍,这个方舱医院历时4天左右兼程,建设期间24小时不间断施工。 长春市第一个建成的方舱医院,位于长春市会展中心2至5号管,总床位数是1500床,应该是历时4天嘛,24小时的不间断建设,到今天终于可以交付使用了。 据我了解,可能下午就接受病人了,现在医护人员和施工人正在最后的交接调试设备。 考虑到东北寒冷的气候,该方舱医院还特殊配备了保暖设备和相关设施。 记者看到,床位都已铺好并标号,每个床位都单独配备了插座、拖鞋、垃圾桶等。 据悉,长春市中心医院将全面接管该方舱医院。 长春市中心医院办公室主任杨向东介绍,在此服务的医护人员、工作人员有100多人。 据悉,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八九号馆方舱隔离点将于近期交付,开放750张床位。 截至目前,长春市吉林市共完成5家方舱医院建设,同空7家医疗机构,全省的救治床位为22,880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